繼續美食是要帶大家去苗栗 吃這道菜的客家美食 名叫做鳥飯 什麼是鳥飯 那不是做給鳥仔吃的 以前是啦 但是現在老公也吃得吃吃吃吃 這名詞好像有點奇怪 好像動物吃的 你會不會忌諱啊 不會啊 那麼好吃的東西 怎麼會忌諱呢 雖然說這個名字聽起來 有點怪怪的 但是來這裡吃美食的民眾 全部都沒關係 而且吃得很開心 既然是 種鳥仔的東西 改良給人在吃 當然食材就要很講求 老闆娘拿出生好的花花 種頭髮切掉 種魚肉用作一片一片 還有南甘肥英灰蝦的 特質XO醬 這沒有南味塞進去一條麵 米米一個香醬豆 可以吃出很高的古早味 這出竊家鳥飯不知創新有咖宿 甚至又拿到今年竊家米食創 它的油性種 退出之後更能帶受歡迎 然後繼續這味 要來去平鵝吃草豆 雖然叫草豆 不過一點都不會草 現地現地 吃甜 吃雞也很好吃 可以拍攝用烤的 也可以用煎的 吃完之後是正人學了 這個魚從出海 現在是平鵝炒豆的三季 旁邊一個好起來 一尾一尾的炒豆 立中帶紅色水很漂亮 總共有兩百多月 真的是大風燒 順道不正苦煩 換邊的中泡塞已經等不到 用機車載著就走 因為新鮮的氣味 不可以淺 現地的炒豆 當然就要趕緊 人家說這是炒豆 不是不炒 這個西湖用這個豆 切下去 從東西搖出來 原來炒豆 他吃一件東西 在裡面停留很久 所以說這部分已經發芽變炒了 要乾乾乾乾乾淨 春的魚肉可以炒 可以烤 但在平鵝 上次最上次看到 就是用蒜 蒜和鹹檯 炒魚乾 這個時候春魚有海菜人吃 所以特別配一點香 看看這香味沒有炒麵 魚肉很新鮮 滴水的香氣嘛 變成是海鮮的炒豆腐 除了魚肉 將魚皮擀起來脆脆 變成炒豆腐肝 一種魚有很多種的吃飯 還可以吃到很高的餡料去飲